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澳大利亚的布鲁如何征服了儿童娱乐界 梅丽莎·霍斯金斯的去世让自行车界感到悲痛 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情况 从国家安全到香港的回收利用 以下是2024年可以预期的事情 从在球场上害怕到香港足球的未来 亚洲杯选手于的转变 前自行车世界冠军罗汉·丹尼斯 因妻子在事故中丧生而被指控 请大家收看 澳大利亚的布鲁如何征服了儿童娱乐界 金融时报 澳大利亚动画系列布鲁一 成为全球热门 令动画行业感到惊讶 该剧讲述了布里斯班一个郊区的蓝色牧羊犬 家庭的故事 已经出口到包括英国和中国在内的60个国家 并成为英国广播公司儿童频道 CBbeast的收视率排名第一的节目 在美国 该剧在迪士尼加上播出 于2022年12月初成为任何类型节目中 最受欢迎的流媒体节目 一周内观看时间达到9.18亿分钟 该剧的成功被誉为澳大利亚的民族骄傲之源 布鲁一在儿童市场上脱颖而出 因为其剧本的质量和涵盖了抑郁症 不孕症和父母间的压力等沉重主题的能力 该剧在幽默之外还达到了一种感人的深度 使其超越了其他卡通片所能达到的情感层面 该剧的成功为澳大利亚内容在全球舞台上 树立了新的标杆 并为新的澳大利亚节目在海外产生影响打开了大门 布鲁一的成功正在改变布里斯班北部的一部分地区 该地区将于2023年8月 开设一个占地4000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 模仿了希勒家庭的房子和花园 该剧还导致了1000多种产品的创作 包括书籍、毛绒玩具、牙膏和视频游戏 这些产品都以这个狗家庭的形象为特色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澳大利亚播出该剧 并对自己错失了该剧的利润丰厚的版权的指责 进行了辩护 称布鲁一是一部无价的节目 给全世界的孩子们带来了快乐 梅丽莎、霍斯金斯的去世 让自行车界感到悲痛 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情况 澳洲ABC 世界冠军自行车手梅丽莎、霍斯金斯的死亡 和她丈夫罗汉 丹尼斯的逮捕震惊了澳大利亚体育界和整个自行车界 对这位32岁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的悲痛表达涌现出来 她的丈夫罗汉 丹尼斯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自行车冠军 和前环游澳大利亚赛冠军 她已经被逮捕 这位33岁的丹尼斯原本计划在不到两周后 参加环游澳大利亚赛前的家庭骑行活动 但现在她将在3月份接受法庭审判 从国家安全到香港的回收利用 以下是2024年可以预期的事情 南华早报 2024年 香港将有几个重要事件将成为头条新闻 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审判 预计将持续约80天 三名高等法院法官将决定 她的行为是否构成煽动叛乱和勾结外国势力 16名反对派人士被控密谋颠覆国家政权 他们的判决也预计将在3月份公布 行政长官李家超承诺将根据《基本法》第23条 引入本地国家安全立法 垃圾收费将于4月份开始实施 居民需要支付使用垃圾袋的费用 超大件垃圾则需要使用付费标签 广东省和澳门的私家车主将有机会 在2024年根据配额计划驾车前往香港 启德体育公园预计将在2024年底前分阶段竣工 比原定目标提前一年 当中段重建完成后 本地机场最终将运营三条跑道 香港还预计在新的一年将出现另一笔惊人的赤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赤字可能超过1000亿港元 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政策吸引了超过8万1000人移民 并克服了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从在球场上害怕到香港足球的未来 亚洲杯选手于的转变 南华早报 香港中场球员于在岩表示 他已经克服了对自由发挥的恐惧 准备在本月的亚洲杯决赛中大放异彩 于在岩在俱乐部东方队和香港U23队的亚运会半决赛中表现出色 于在岩已经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决赛阵容首发的有力竞争者 前自行车世界冠军罗汉 丹尼斯因妻子在事故中丧生而被指控 南华早报 据报道 前澳大利亚世界冠军自行车手罗汉 丹尼斯因与妻子 奥运自行车手梅丽莎霍斯金斯的死亡事件被指控 霍斯金斯在阿德莱德骑车时被一辆车撞倒后去世 丹尼斯被控危险驾驶致死 危害生命和无故驾驶 他以货保释将于三月出庭阿德莱德地方法院 这名33岁的司机也被逮捕并被控 澳大利亚奥委会对霍斯金斯的离世表示悲痛 并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慰问 教练警告 除非香港更新体育设施 否则不会再有 Shiwan Hofis 南华早报 香港的体育协会和奥林匹克官员 敦促政府加快发展承诺的新体育设施 香港体育总会和奥委会呼吁政府加快努力 而游泳运动员Shiwan Hofi的前教练Michael Faising表示 香港年轻运动员的教练缺乏足够的设施和国际机会 政府拒绝回答有关新设施资金分配的问题 体育机构对承诺场馆的进展一无所知 尼库什金的晚期进球帮助雪崩队以3比1击败低迷的鲨鱼队 美联社 科罗拉多雪崩队以3比1击败圣和塞鲨鱼队 瓦列里 尼库什金在第三节末阶段打进了决定性的进球 米科 兰塔宁也为科罗拉多队进球 而内森 麦金农则有两次助攻 麦金农将他的主场得分连胜记录延长到了19场 这是球队历史上开赛最长的记录 鲨鱼队已经连续8场比赛失利 托马斯、赫尔特尔打进了一球 雪崩队的后卫 珊姆、吉拉德因为参加NHL诺派球员援助计划 而错过了21场比赛 此次他重新回到了阵容中 福格勒在奥尔森7比2击败鸭子的比赛中打进两个进球 创造了职业生涯最高的5分 美联社 周日 埃德蒙顿游人队以7比2击败安娜海姆鸭队 将他们的连胜记录延续到了5场 沃伦、福格尔打进了两个进球并贡献了5个分数 成为本赛季第9位有5分表现的NHL球员 莱昂、德拉希特尔连续第三场比赛进球 而福格尔、德拉希特尔和瑞恩、迈克劳德组成的游人队第二线 共进了4个进球并贡献了10个分数 自克里斯、诺布洛克接任教练以来 埃德蒙顿在过去的21场比赛中赢得了15场 现在,球队距离西部联盟第二个外卡席位只有3分之差 斯坦福大学以98-38的比分击败摩根州立大学 结束了非联盟赛的比赛 美联社 卡梅伦、布林克、Kameron Brink得到18分 5个篮板和6次盖帽带领第9号斯坦福大学以98-38战胜摩根州大学 艾琳娜、波斯加纳、艾琳娜、波斯加纳得到14分和6个篮板 汉娜、贾普、海纳杠普以6投10中的命中率得到13分 斯坦福大学赢得了他们第7场连胜的主场比赛 莱拉、菲尔、雷拉菲尔以8分和8个篮板领导摩根州大学 斯坦福大学教练塔拉、范德维尔、特拉·雷德维尔赢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198场比赛 距离大学篮球职业胜利记录还有5场 斯坦福大学在比赛早期控制了局面 在第一节以29比15领先摩根州大学 红一军在第二节只让摩根州大学得到6分 并且让熊队的投篮命中率在上半场为27.8% 斯坦福大学的防守迫使对手犯下20次失误 导致33分 凯尔特人对阵马次的比赛中的要点 凯尔特人在新年前夜的比赛中展现了他们的统治力 雅虎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一场决定性的课场胜利结束了 2023年对阵圣安东尼奥马次队的比赛 在与底特利活塞队和多伦多猛龙队的胶着比赛之后 这场全程领先的胜利对于凯尔特人队来说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的胜利 他们在新年前夜的比赛中一度以37分的优势领先马次队 并以134-101的胜利轻松取胜 在这场大胜中 有12名不同的凯尔特人队球员得分 杰森、塔图姆25分和杰伦、布朗24分在得分方面表现出色 而德里克、怀特在回到圣安东尼奥时贡献了17分 澳大利亚的大卫、华纳退役ODI板球 BBC 澳大利亚板球老将大卫、华纳宣布退役 不再参加一日国际板球比赛 此前 华纳已经宣布退役 不再参加测试板球比赛 华纳在去年帮助澳大利亚赢得板球世界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表示 退役将为新球员创造机会 并使他有更大的自由 去海外参加特许经营板球比赛 然而 如果有需要 他并没有排除参加2025年冠军杯的可能性 华纳将在周三在悉尼 进行他的最后一场测试比赛 斯文尼 克莱姆森大学的跑后卫西普利的左腿 没有结构性损伤 无需手术 美联社 克莱姆森大学跑卫威尔 西普利在鳄鱼丸比赛中发生了一期可怕的伤情 但经确认 没有结构性损伤 也不需要手术 西普利在一次开球回传中 半倒并翻了的筋斗 但在被担架抬礼场后 他回到了球场上 庆祝球队的胜利 西普利尚未决定是否参加NFL选秀 还是回到克莱姆森大学 继续他的大肆生涯 绝经队前锋亚伦 戈登在被狗咬伤后回到训练场 希望能在周一对阵黄蜂队的比赛中上场 美联社 丹佛绝经队的大前锋亚伦 戈登在被自己的罗维纳拳咬伤后 已经回到训练场 戈登的右手和脸上 需要缝合21针 他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付出 但绝经队的教练 迈克尔 马龙 想要看看比赛当天 球员的手感如何 戈登表示 他对这次被狗咬事件感到自责 并称自己的狗是一只好孩子 蒂姆 斯佩克特 我们是欧洲最不健康的国家 而我们对此并不担心 英国美日电讯 伦敦国王学院的遗传流行病学家蒂姆 斯佩克特教授已成为营养领域的知名人物 斯佩克特共同创办了个性化营养应用ZOE 该应用拥有超过13万付费会员 并帮助改善了用户的肠道和代谢健康 他还写了畅销书 包括食物为生命和勺子喂养 挑战了流行的饮食神话 并强调了个性化营养的重要性 斯佩克特的声名确起带来了许多机会 比如出现在电视广告中 在美视节上进行现场演示 并在公众中受到认可 他已成为该领域备受追捧的专家 人们希望他出更多的书籍 现场演出、电视广告和播客 斯佩克特的营养方法注重个体 并强调微生物组在整体健康中的作用 他鼓励人们尝试不同的饮食 并注意他们的身体对不同食物的反应 他还强调适度的重要性 反对严格的饮食或卡路里计算的观念 斯佩克特的工作挑战了长期以来关于健康饮食的信念 使他成为营养领域中最受尊敬的声音之一 他继续研究和倡导个性化营养 他的应用Zoe在受欢迎度和影响力上不断增长 特朗普准备在2024年新年致辞中再次声称存在欺诈行为 实时报道 英国独立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暗示 如果他在2024年选举中输给乔拜登总统 他将声称选举舞弊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的新年致辞中 指责拜登及其政府试图通过法律战 入侵和操纵选举等各种手段摧毁我们的国家 他还声称他们非法允许数百万人进入该国 以确保在2024年选举中获得选票 据报道 特朗普担心最高法院上的一些保守派大法官 可能会对他做出不利裁决 因为他因1月6日国会山事件 而被从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的选票中除名 据说他的顾问正在准备对这些决定提出挑战 特朗普任命了最高法院上一半的保守派大法官 并希望他们在任何未来的选举争议中支持他 分析人士认为 特朗普试图推翻2024年选举失败 将比他在2020年的尝试困难得多 他重返白宫最有可能的方式是赢得选举 在2020年 特朗普试图利用共和党在摇摆州立法机构 和州长职位上的主导地位 派遣假选举人到国会 但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此后 共和党在关键摇摆州失去了一些影响力 使特朗普更难挑战选举结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动画布鲁伊的成功征服了全球儿童娱乐界 以及澳大利亚板球老将大卫华纳宣布退役的消息 此外 还有一些关于运动 政治和健康的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澳大利亚动画布鲁伊的成功是让人感到惊讶的 这部动画片在全球60个国家播出 并在英国和中国等地成为热门节目 它的成功得益于其优质的剧本 和能够涵盖一些沉重主题的能力 除了幽默之外 这部动画片还能触动观众的情感 使其超越其他卡通片所能达到的层面 它的成功不仅为澳大利亚内容树立了新的标杆 也为其他澳大利亚节目在海外产生影响打开了大门 另一个新闻是大卫 华纳宣布退役一日国际板球比赛 华纳是澳大利亚板球的老将 去年帮助澳大利亚赢得了板球世界杯 他表示 退役是为了给新球员创造机会 并使自己有更大的自由 去海外参加特许经营板球比赛 这也意味着 我们可能在未来的比赛中 再也看不到华纳的身影了 除了这些新闻 我们还看到了关于运动 政治和健康的其他一些新闻 例如香港的体育设施需要更新 否则就不会再有像徐王豪肥这样的运动员出现 此外 前总统特朗普暗示 如果在2024年选举中输给拜登总统 他将声称选举舞弊 这引发了人们对选举的关注和讨论 最后 还有关于个性化营养的新闻 蒂姆斯佩克特教授在该领域备受尊敬 他的工作挑战了长期以来 关于健康饮食的信念 那么 大家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和提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